我们要带您走进一段难得的历史 历史的走廊经常告诉我们很多前人所做的事情 虽然今天我们来看 他们所做的很多事情 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功效很难断定 但的确在那个时代 他们则是站在第一线的尖兵 我说的是什么呢 我说的是星战的力量 星战在海峡两岸还在敌对状况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中央广播电台 专门就负责对大陆地区敌后人员的联络 以及对大陆很多的星战联系 这里面牵涉的不仅是心理战 更包括了很多谍报战 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秘星了 这段秘星其实一直进行到了1988年 我们的星战对大陆的整个作业才完全停止 当然如今海峡两岸的关系已经大幅度的改变了 不过这些星战的秘星 还是可以给我们看到了很多历史的痕迹 当年他们那些人都有从事的辛劳 的确也在那个时代缔造了很多的攻击 我们来看一看 星战的您可能不知道的神秘一页 这支麦克风有段辉煌的过去 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 已故总统蒋中正发表演说 就是透过它 现在这支碳粉丝麦克风是中央广播电台的震台之宝 国家唯一的广播电台 乔迁来台至今已66年 然而过去的央广一直有个神秘任务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 在中华民国台北发音 星战宣传目标锁定中国大陆 没有炮弹只靠语言 当时的央广是最有影响力的空中武器 共军弟兄们 中共批判作家白话的苦恋 就是党和枪另一个形态的斗争 负责星战任务的 是电台里的播音员 他们口中说出的每个字都像颗子弹 播报是他们唯一的工作 不但不准脱稿演出 且语气要够强够有力 接近台湾西海岸时 要减低飞行速度 原来星战背后最大的目的 策动反共意识 驾机投奔台湾 而曾是阳广的资深导播白银 回忆起当时 反共意识吴隆根一听到 我正在播新闻 就跟工作人员讲 我就是听他的声音 指导我们飞机降落的方向 1982年投诚的反共意识吴隆根 央广的长期听友 因为白银成功抵台 另外还有个人 让他慕名已久 今天我的歌声能够给他们带了一点 好像精神上的安慰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其实不止吴隆根 杨广的邓丽君时间 让邓丽君的歌声 在80年代 红遍大陆 白天宁老邓 晚上听小邓 就是当时大陆流行的顺口溜 没有听到这广播 没有听到他们老些 被这样讲讲比比较好 是不会来啦 虽说只播报 但播音员的播报内容 每六到七小时 就得加入特约通讯 这种敌后的广播 是对在大陆试探敌情的工作人员 提供情报 四个字的一组的号码 还要入一个乱码表 比如说间接 等于1712 就是第17页的第一行 第二个字 就代表上面此时 告别历史 现在的央广 不再指对大陆网播 而是要让全世界听见台湾 且过去各民族的播音员 如今他们的角色 也早已转变为外籍主持人 他是左翼帅 在央广工作三年多 主要工作不单单 只是播报 好像是 当然是翻译 比较专业的词 然后怎么访问 怎么做台湾 每次新闻节目13分钟 聊政治 也讲经济 而和左翼帅一样的 外籍主持人 在央广 超过百位 不同语言 不变的是他们谈的 都是台湾 我是介绍台湾的美食 还有台湾的社会 各种的问题 还有一个跟历史有关的 叫做中华民国英雄 28间录音室 13种语言节目 立足于原山山脚下的央广 努力向全世界发声 战后70年 会别过去新战的年代 蜕变后的央广 积极致力于广播外交